在昌平岩寿寺大门对面 有四座山峰 称为大黑山 从空中看这四座山峰 实际是这个样子的 在最高峰旁边的侧风 为游客修有步道和木战道 春秋徒步最佳 到这里的交通很方便 不堵车的情况下 从北三环到这里 一个小时多一点 直接导航岩寿寿停车场 免费停车场不大 需要早点来有飞行间 公交车地铁昌平线昌平站下 一口出 直行500米到10的路口 右拐进西环路 步行140米 在西环中路公交车站 乘昌32路 直接到严寿寿停车场 目前大黑山木战道 并不是景区 优点是免费的 强度不大 适合老人孩子锻炼 缺点是这里有许多条路 却没有去木战道的指示牌 初次来此的游客 很难找到上山路 比如我就转了半天 走了许多冤枉路 才搞明白进山和出山怎么走 下面我就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 大黑山木战道如何走 各条路都通向哪里 带您玩转大黑山 从严寿寺大门对面的 排路右侧的木桥过河 过河了以后 您会看到左侧的绿色道路 这条路是北庄村 专门的骑行道的终点 骑行道大概长1.5公里 直通北庄村里 顺着这条路走 路况好 但是有点绕远 可以到左右寄山路的分岔口 大概200米 大黑山木战道 由左右两条上山路 形成了一个大环路 左右两边上山路都差不多 我后面的视频里会展示 根据您实际情况做选择 我当时并不知道 这条骑行路能够到上山的岔路口 只是觉得这条路的塑胶味很大 所以没走这条路 我最开始是沿溪水向右 走的错误路线 又回到木桥重新开始 然后从木桥这里正面右侧 沿水泥灯往里走 走了10米 发现一条土路 顺着土路穿过果园 这就是上山的路 我们就是从那个木桥过来的 等于从那边绕一圈 其实从木桥 你穿过这树林 直接过来就行 最后来到了画面的位置 几条路的交叉口 我当天去的时候正在维修 这就是那个绿道 自行车绿道 等于到这 然后统一上山 从这里右上方 就可以去右侧的登山路线 而望左是去左侧的登山路线 走绿色骑行道 也是到这里 在这里做选择 这是我总结的示意图 从木桥出发 绿色的线是绿色骑行道 最后到圆圈的位置 就是多条线路的插路口 蓝色的线是我走的土路 红色线是直接可以穿过果园 最近的路直达插路口 走紫线就是继续走绿色骑行线 从左侧上山 红线是走右侧的上山路 我走的就是红线右侧上山路 先给您说说 如果走左侧骑行路怎么上山 顺着路一直走400米 路不短 对塑胶气味比较敏感的人 就不要走这段了 路边也有很多岔路 是去果园不要走 一路都有吸水 但并不干净 顺着路到头 就看到画面中的公路 在这里如果往左 是怀长路的公路口 从左侧下山的游客 想回岩硕寺停车场 可以直接从这里 走怀长路回去 从这里右拐 走公路向上 沿公路一路向上 不要走别的岔路 因为我都试过了没用 据说从左侧上山 沿公路上行大概650米 走的这条公路 是北庄村的盘山公路 这条盘山公路 一直到头 就是北庄村的 黑山烤房的停车场 去黑山烤房 走这条路还方便点 在公路上 当您看到画面中的牌子 牌子右侧有条小路 从这里上山 就是左侧的登山口 带老人孩子来 可以开车 先把老人孩子放在这里 然后司机再把车 放到岩寿寺停车场 也算节省体力的一种方式 再说回我走的右侧上山路 从分叉路口沿途路向上 马上又会看到一个岔路 走右边的水泥路 左边路是死路 我走过 后面的路就比较简单了 顺着水泥路一路向上 坡度会越来越大 路边的栗子树 高大微盲 直翻夜茂 不时还会有些奇奇怪怪的大石头 有段路两侧 种着枫叶气数 秋天到这里 应该很好看 当您看到这两块大石头 水泥路就快到头了 再往上就是台阶路向上爬了 台阶路大概只有水泥路的三分之一 爬升的高度会大一些 老年人慢慢上 孩子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台阶路到头就看到了木棧道 这里也是个岔路口 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爬大黑山 夏天很晒很热 但是只要有阴凉 小风一吹还挺凉快的 从这里向右的路 是去大黑山的主峰 海拔727米 从这里上去也不算太远了 主峰上也有其他路 可以下到新庄村和黑山寨村 从这里往左是去木棧道 面前有两条路 您走哪条都行 左边路稍短会抖一些 右边的稍长平缓一些 最后两条路都会交汇在此 从这里您再往上爬一小段 就会到顶了 这个顶不是山顶 是侧峰山顶旁边的一个凹处 从这里就是岩木棧道 可以下山了 下山的木棧道 比走台阶路也好走 缺点是没有座位 只能坐在台阶上 优点是这边的风景 比右侧上山的路 要好看一些 爬上的难度 两条路都差不多 一直下到半山药 发现这里车也可以到 如果下山的话 就从山神庙旁边 山神启越观景台下山 山神庙旁边 有一条水泥路也能下山 走木棧道 就是路况好 距离近 木棧道到头 又是个岔路口 往右是去北庄村 往左是回岩州寺的停车场 上了一个小坡 马上就是向下的路 还挺陡的 台阶上都是沙的很滑 所以从这里上山 或者下山的老人 需要格外的小心 最好带登山障 下到底 就来到画面的岔路口 往右边下山的 往左边也是上山的 上山是到那个山神庙 刚才那个山神庙那块 可以从这 如果您是上山的话 就是面临这两条道 这条道就沾道少一点 这边上去以后 沾道走得多一点 继续下山呢 就来到了山谷中 道路两侧呢 都是地质树 山谷呢 也很安静 刚才飞过去一个野鸡 吓死我了 它这里的 这种草垛子里 都老是有野鸡呀 吓我一跳飞走了 走到丛呢 就是北庄村的盘山公路 刚才说过 上山路倒回去呢 就回到了银寿寺停车场 整条大环线走下来呢 我用我两个小时多一点 主要是走错了路 还要看岔路去哪呢 花了很长时间 长爬山的人啊 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左右 就可以了 属于初级路线 老人孩子的时长 可能在两个半小时左右 三月底 四月初桃花开了 秋天呢 看红叶呢 都是最佳的季节 您注意 不要摘树上的栗子 捡栗子的话 最好和当地的老乡沟通好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 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 看看我的橱窗